距离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时间 只剩下最后的两天 目前只有六成的民众完成了报税 提醒民众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是不接受报税的 因此报税的截止日将会延后到6月3号 已经5月底了 到目前为止基隆地区 只有六成民众完成报税 国税局基隆分局表示 由于端午节连续假期休息 只剩下5月30号 和6月3号两天可以零贵报税 请民众把握时间缴税 到昨天为止 5月28号有将近六成的民众申报 那申报期限只剩下今天29号 明天30号跟6月3号 国税局基隆分局也提醒民众 6月3号以后报税 每隔两天加罚1%至纳金 6月6号开始成为首罚日 而且只能到户籍所在地的 国税局相关单位办理报税 因为申报期限到6月3号 如果说6月3号还没有完成申报 跟缴税的手续的话 6月6号开始就加征1%至纳金 以后每隔两日 就要另外加征1% 希望民众还没有完成申报的 如果民众没有把握6月3号前来申报的话 那就要6月3号以后如果要申报 就要回归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办理申报 另外如果利用网路申报6月13号前 要记得把网路报税资料附件交给国税局相关单位 就是说民众如果是自行上网申报的话 因减负的相关的证明文件 最值应该可以延长到6月13号以前 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 或就近国税局所属的分局机证所代收 而国税局基隆分局也把握机会在报税现场宣导申办手机条码电子发票的好处和公用 呼吁民众多加申办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